邓靖 你冒这个血值吗 老师 难道您也觉得 我当时的决定 太过于武断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出乎我的意料 我为你感到轻好 我们医护工作者 治病救人是最基本的原则 从这一点上说 你是一名合格的医生 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适合你的 但绝对不能是医生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不可以让你冒险的 我虽然是您的女儿 但婚姻这件事 你必须听我的 我要自己做主 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人 你扔下自己的父母 十一年不愿回家 你不要告诉我 治病救人 是做医生的天职 这是一个恶性中流 如果仅仅是失明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自古以来邪不压政 你让他们投诉去好了 大不了我靠一分 还有叶老师呢 他是主导医生 他是主要责任人 你还在实习期 光这一条 就够你被开除好几次了 我爸爸可厉害了 他是专门给生病的孩子 做手术的 他叫厨子健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为什么怕见你啊 因为你曾经深爱的那个人 现在是我的男人 你是想说 微微的命是你救的对吗 你现在可以去病房里看一看 是不是只有微微 这么一个病人 你可以去数一数啊 如果你想多愁上感 回首往事的话 你可以下班的时间去做呀 如果你不能做得专注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进入手术室 因为手术的过程当中 每分每秒 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啊 你手中的这把刀 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杀人刀动啊 为什么今天摔下去的不是我 为什么我不是个不高人 为什么我要跟他一样 今天你们决定离开 是因为我受了委屈 你们感到愤怒 你们也是想要借此机会 发现心中多年来 激下的委屈 你刚刚救了一个人的幸运 你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 而不是自责 怎么 唐一贾 你是一名医生 你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你应该被此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